大家好,我是乐乐 之前有观众留言想知道我们的小动画是如何制作的 今天我来说说我们是如何用Figma制作绿屏小动画的吧 Figma有免费版,平时上班用的很熟手,所以我就用它 相似的技巧你也可以用Adobe XD,Keynote,甚至Google Slides和PowerPoint的制作哦 我们用的是Figma的Prototype功能 一般UX Designer制作网页或者软件的原型就是用它 如果两个相连的Frame里面元素都是相同的名字 用Auto Animation做Transition的话 就会让这些元素从第一个Frame的形态变向第二个Frame的形态 一般我们会用它做尺寸变化,位移,旋转等等 今天我用的例子是这一个,U弹出 我们经常用这个场景切换作为章节的开头 那这是如何制作的呢?和我一起打开Figma 我们要准备这样几个图层 从下网上分别是一坨背景,我们章节的标题 一坨奇奇怪怪形状的颜料和一把刷子 然后我们要创建一个1920x1080像素的Frame 这是我们视频的尺寸 Fill,也就是背景色,选择绿色 把我们的素材都拖进去,排布在画面的中心 按住Space,空格键和Shift 把所有的内容都拖到画面以外,直留绿色 现在我们复制这个Frame,把背景图层放大 要它覆盖整个Frame,到看不见绿色 这样呢,方便我们把它用作两段章节的场景切换 然后把标题刷子和颜料移到画面的中心 现在我们复制第二个Frame,选中刷子 按住空格键和Shift,把它向下平移到边界线以外 然后再选中这一坨颜料,拉长 拉长后的尾部依然在刷子的下方,中间变得很长 看起来就像一个刷子刷了一条长长的颜色 并且有一点点覆盖到我们的标题 现在我们要开始制作动画 在右上角把Design切换到Prototype 现在我们看到了有几个小圆点 从第一个Frame的圆点拖出来一根箭头指向第二个Frame 现在有一些选项可以用 Trigger它的默认是点击Click 但是我们不希望在画面里出现一个莫名的指针对不对 所以我们改为Key,也就是按键 我一般就定义为A,简单好记 动画Animation,选择AutoAnimation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 它会自动让你的元素从第一个Frame的形态变向第二个Frame Ease,可以选普通的EaseOut 就是速度由快到慢到0 想要有一点短短的果冻的效果呢 就可以选EaseOutback 持续时间根据需求来定义 我个人觉得600毫秒就挺不错的 不会过快也不会太拖沓 我们预来一下 现在从第二个Frame的圆点拖出来一根箭头指向第三个Frame Trigger这一次改为延迟Delay 延迟的时间就是你想要第二个Frame画面呈现的时间 比如我定义1600毫秒也就是1.6秒 动画Animation依然是AutoAnimation 这次的时间是800毫秒 这就是刷子上下掉,颜料拉长动画的持续时间 现在我们把第三个Frame的圆点拖出来 箭头指回到第一个Frame 也就是绿色的Frame Trigger选择延迟Delay 这一次设定只有一毫秒 也就是颜料拉长之后立即启动这个动画 动画还是AutoAnimation 这次我选200毫秒 非常迅猛的 让它全部退出画面 现在看看完成的效果 如果满意的话 就用录屏工具把现在的动画录下来 放入你的剪辑工具 不论你是用的哪种剪辑工具 应该都是有自动去除绿幕或者栏幕功能的 我用的是iMovie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免费 如果你的动画内容需要用到绿色的元素 比如我们的有一些植物的小动画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蓝色作为背景 这时候你去除掉蓝色背景 就可以看到小动画啦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哦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分享点赞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